与天斗 其乐无雄 都知道江夜是关于人与天斗的故事 那你知道占天的人都有哪些吗 一 佛陀 在所有占天人物中 佛陀是出现最早的一位 他在几千年前就留下白塔 于兰灵等诸多法器 说是为了对付冥王 阻止永夜降临 其实至始至终 他的目标都是浩天 他创立棋盘 便是为浩天布下陷阱 后来桑桑二入棋盘 中了他提前准备好的人间三毒 在那里沉沦千年 要是没有宁缺帮忙 恐怕真的万劫不复了 二 前代光明大神观 西陵前代光明大神观 原本是浩天的忠实信徒 因为在偷看天书时 发现了浩天的秘密 于是判出道门 在荒原创立民宗 让大家强行吸奈天地元气 开辟自己的小世界 破坏浩天世界的生态平衡 因此被道门锁不容 污蔑其为魔宗 三 连生三十二 连生曾经说过 为光明不惜与世界为敌 是因为他坚信自己是对的 而我与世界为敌 是因为我坚信世界是错的 如果说魔宗是以捣乱场子的方式 对抗浩天 那么连生三十二则是要毁掉一切 让浩天垮胎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假扮成魔宗之人 用饕贴大法吞噬了 柯浩然心爱的女人 逆途借柯浩然之手灭掉魔宗 然后挑起天下战争 让世界变成废墟 从而达到自己破而后立的目的 结果事情败露 被柯浩然囚禁于魔宗山门二十多年 最后死于宁缺之手 四 柯浩然 柯浩然凭着自创的浩然气 一路飙升 败尽魔宗和道门所有高手 最后因为不甘于独孤求败的寂寞 悍然拔剑战天 成了第一个与浩天硬碰硬的人 虽然结果很惨 但他那惊世骇俗的战力与勇气 却成了江夜世界不朽的传说 在所有战天人物中 夫子可以说是最谨慎的一个 他与浩天相看千年 都没有轻举妄动 直至浩天降下人间 在荒原显露意志形象之时 才开始因实力道 步步为营 他先让徒弟宁缺 根半苏醒的浩天分身桑桑成青洞房 利用人间的情与爱 影响 削弱其神性 然后在登天化月之时 摧毁神国大门 将浩天分身堵在人间 让徒弟宁缺去改造 六 柳白 柳白与柯浩然一样 都是选择简单直接的方式 用武力占天 不同的是 柳白是受别人影响 才走上这条路的 而柯浩然之始至终都在逆天而行 没被任何人左右 七 耶稣 支手观天下行走耶稣 原来也是浩天的信徒 青霞一战 他被军墓毁掉七海雪山后 就开始传播新教 宣扬人人自救 不必依赖神明 这等于从根本上切断浩天的力量来源 耶稣是将夜中第一个用思想占天的人 可惜新教还没大胜 他就被到门的人活活烧死了 八 灌主陈某 陈某虽然没有背叛到门 但他后来的所作所为 已经离浩天的意志越来越远 甚至背叛了浩天 在长安城大战中 灌主被宁缺的人自负打成残废后 入了清静境 后来桑桑怀孕 变得越来越弱 灌主觉得这是天赐良机 于是在聚起七卷天书后 他就想重新开天 结果被宁缺和桑桑联手打败 九 宁缺 宁缺虽然是所有占天者中力量最弱的一个 但他却是最牛叉 也最成功的一个 别人占天后都死了 他占天后不仅活得好好的 而且还把天豹回家 跟自己同床共枕 别人使出浑身解数 也未能让浩天冻念 而他却仅凭一根短枪 便将浩天制得服服贴贴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